古代的大型工程可不止于此 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北魏时期 我们的祖先就已经修建了规模巨大的建筑 堪称古代的摩天大楼 请听题 这是一道多选题 永宁寺是北魏时期 洛阳的皇家大寺 内有九级浮屠永宁寺塔 文献记载永宁寺塔高四十余丈 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四十米左右 是中国古代的建筑奇迹 通过考古发掘 我们才能得以看到永宁寺塔上存的塔基 塔基平面为正方形 以夯土为主体 四周包气轻石 请问以下关于永宁寺塔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哪些选项 A 永宁寺塔位于永宁寺的中心 B 永宁寺塔是一座方形木塔 C 他有笃信佛法的 灵太后胡适主持修建 D 工程的直接主持者和建造者 是郭安兴 永宁寺塔非常的著名 它是我国目前可考的建筑层高度最高的一座建筑 如果按照当时的记载来讲 现在推断的话它可能超过了140米 它是一座九层的方形木塔 中国早期的寺院布局 其实就是以佛塔为中心的 转向塔电混合式中心布局 是要到隋唐时期 当时灵太后主持修建永宁寺塔的时候 就是着重说了 我就要把塔修高 A 选项 永宁寺塔位于永宁寺中心 这一点就可以肯定了 B 永宁寺塔是一座方形木塔 其实在这个图上非常的明显 它就是一个四边的方形的塔 但它为什么是木塔呢 严格来讲 它应该叫土木混合式塔 它中间有一个由夯土堆成的 高约五层的塔心 所以它才能做到147米高 C 这个是历史上 在洛阳前兰记当中是有明确记载的 D 工程的直接主持者和建造者 是郭安兴 这个史料的来源 其实是他哥哥的木质 他哥哥叫郭定兴 但是郭安兴修永宁寺 还有另外一个洛阳城里的这个塔的 相关的史实是记载在了 他哥哥的木质里 甚至于郭安兴在这个木质里 占的篇幅 要比他哥哥的部分要长得多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 正确答案应该是 A B C B 杜佩文 魏家树各得十分 刚刚我们选手说的可都对 刚才这位选手 其实把我们专家的想要说的话 就四个题都是对的 我们知道在北魏的时候 孝文帝迁都洛阳 那么他在洛阳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枯建 建了三重城过 包括是宫城 内城和外国城 在宫城外 西南角的地方就建了永宁寺 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地基 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地基 因为我们早年的这个塔 就是宗教传说中国的时候 六朝的时候的这个塔 是以塔为中心的 我们的宗教是以佛陀为中心的 所以我们看早年的南北朝 到唐代的时候 我们都要建通天大塔 它是以佛陀为中心的 那么到后来我们中国的宗教 逐渐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我们的寺庙慢慢就变成了 以供奉宗教的人和宗教里面的 那些人为中心了 所以那个塔就逐步逐步 塔室结合 那么从塔尾中心周边 就是一圈的小建筑 到塔室结合 到后来塔跑到了室的后面 再到最后我们看到了塔室 另外建一个塔院 放在后面的这个侧面 也就是说我们把寺庙 来源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 永宁寺确实有通天之塔的感觉 据说站在塔顶 可以把整个洛阳城的景色 净收眼底 而且还有首可摘星辰的感觉 但是也恰恰是由于它太高了 避雷射使不到位 所以最后很遗憾 它建成十几年后 就毁于雷火 虽然它在历史上 留存的时间那么的短 但是它也仿若流星一般划过 足够的闪耀 永远映射着古人的智慧 感谢观看